整个旅程里面最震撼我的一个地方啊 太美了 里面是香蕉 不是很好吃 然后我后面这边就是莫扎特曾经住过的家 好棒的位置 各位我们又出国了 去两年之后我们再次肯居地一起跟团去旅行 我们这是去的地方 厉害了 我们是去澳洲 这次去的国家包括什么呢 首先有 会浪漫的 我们真的没有过去 哦呀 okokok你讲 可以浪漫的 不拉格 第二浪漫的 不搭配斯 哈哈哈 不搭配斯 第三我们会去澳洲 然后Vienna 还有Hostad 还有Poland的Whorso 这个地方复杂到我们都讲不出来 in case大家不知道 其实我们上次跟居地去的旅行就是土耳其 但是那是2022的事情了 两年了 然后中间我们很多次都join不到 这一次终于我们成功可以join得到了 主要就是看中这个去够贵 哈哈哈 没有啦 失去一些我们没有去过的地方 所以如果GD你听到的话 贵 我们就会叮倒 我们到的是 Turkish Airlines 早安各位 我们到华沙了 现在的温度是13度 哇 太爽了 华沙叻其实就是波兰的首都 就是说华沙其实在二战时期是已经损坏到很严重啊的 然后现在你看到那个城市的样子哦 就是跟着油画去还原出来了 然后如果你们有看周杰伦那一个不能说的秘密啊 就是这个呢 你们有提过小邦这个人 这个是小邦的家乡 哦 小邦 可能是小邦耶 你看随杰克见的Piano 杰克是有练过的 你谈着小邦 乱死 anyway 来到波兰肯定是先吃吧啦 我们的餐厅 午餐 哦好好看哦 粉红色的Bit Root Dubling 就是 我男士 我男士 比如说 动物吃的食物 跟我们平时 跟我们吃的食物一样 我会比较特别 接受不到不是他们的问题 是我们的问题 第一个景点呢 我们就来到了这个 听说是窩兽最漂亮的公园 原来只是我们没有找到 接下来我们喝了点小酒 就回去准备明天的行程了 今天来到了波兰 曾经的首都叫做快靠 进来就给我们喝这杯 餐前小酒 我们要喝一下今天的 哦 很帅 诶 这什么哦 烟鸡 哦 你的头叫鸭子炖鸡 是不是 这真的能吃的咧 这个就是那种辣 瘦这样子的东西 然后配鸡肉吃 就这样吃鲜 刚刚问了员工 为什么他们穿这样 原因就是 这套服装是 盐矿工人的衣服来的 不是什么邪教 再吓到我一下 按点微信经典 sort my盐矿 进盐矿咯 这个盐矿呢 听说是在300米的底下的 哇 我的相机跌下去 就够了够了 这样子的楼梯咧 我们要下53层 现在目前待机18层 我觉得下楼梯不是最难的 最难是等下怎样上回来 诶 这么走走走 有看到这个人 诶 诶 诶 有讲上面这些全部都是盐 rock shot 这个盐矿里面 这是超级多的通道 它一直通向不同的地方 所以我们要紧跟着我们的导游 不然我们这次会迷路 要走 就是这整个石像 它都是盐做的 然后你就把灯照一下 看到透明透光啊 这里就是盐了 就连地上都是 看到地上看 有一些透明的部分 它是用盐做的 这面全部都是盐来的 它多到好像一个葡萄花这样的 颜色的地方 这个是什么 它已经透明的很像大理石 麻布这样子了 我只以为是大理石做子那种 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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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现在上是有天梯的 虽然很简陋 但是可以塞很多人 刚才好像听到 Kent讲的 它总会上去 135m不在吗 参观人员 看我们今天的行程就结束了 那我们刚刚来到 这个后面的这个城堡了 Kent很熟这个历史 这边道又有讲 三年代攻进来 城墙不够抵挡 所以要起一个城门 这个城门呢 现在一共保留了 剩下三个 一个刚才讲在英国 一个就是在Poland 一个没有听到 然后呢,这个城门特别大的地方就是,城堡在前面,在右边 倒热的后,几分钟里面把所有的人赶出去 嗯,我进走啊! 现在来到了鼎鼎大名Crocco的一个皇宫,叫做 Croco Level Royal Castle 这个皇宫是从14世纪就开始了的,是非常中国的一个皇宫哦! 你真的以为现在是沙漠啊? Jokinzou! 一点都不冷 这边有一个龙的传说 你看到那边吗?就是这一只瘦瘦黑黑的 你怎么这么黑黑吗? 怎么了? 烧焦了 他每天在这边晒太阳,肯定是焦啊! 给大家科普一下,Croco这边的建筑风格哦 这是叫做哥特风跟巴洛克风 它用红砖,然后屋顶是红色,或者是红色点缀一点青色的那种建筑风格 这个就是城堡里面的样子啦 我们在路上看到非常多穿着全黑衣服跟帽子,就是全套的人 就觉得都要胡须 对,他们有很多胡须 就是,就是这样子啦 他将来波兰一定要吃饺子 不要我丢掉我的猪肉 这个西班牙的,来这里不要吃西班牙食物 真的很好吃 嗯,这是我的 很高负耶,来咯 而且他还要点这个Stauberry Jam在旁边 那点能不能的哦 你看这个颜色就知道是不能的啊 就是那个皮是巧克力,然后里面是香蕉 总结,不是很好吃 我们四个小时的餐厅,现在我们就来到一个休息的地方 合作 Bruno 是这个,Bruno 而且我们追这个丁丁车等了很久很久都等不到一辆 直接park在这边给我们拍啦 这我们的餐厅,终于不是波兰餐咯 这是捷克餐,今天我们吃捷克猪瘦 猪瘦 来啦,来这个,来这个,来这个 这个漂亮 哇,很嫩耶 我以为是很干柴的,没有也很嫩耶 好吃好吃,真的很好吃,我觉得很好吃,很嫩 吃饱了啦,现在就要运动爬上去看教堂 这个教堂就是Bruno这边最古老的一个教堂 然后他叫什么名字啊 St. Peter and St. Paul Church 对,就是他们两个耶稣的儿子 一个拿索斯,一个拿索 躲着走着 突然就到了喔 哒啦 哇,好漂亮 现在继续我们的两个小时巴士旅程就可以到布拉格了 一站布拉格城堡 嗯,继续摆 很好看 操 再次回到这边的感觉真的很不一样 上次跟阿肯来已经是四五年前的事情吧 然后那时候我们就答应过对方 因为我们很喜欢布拉格这个地方 我们就一定要再回来 它这个城市很有活力 人文情怀很浓郁 还有它的建筑风格 特别老旧 但是又不会旧到阴阴沉沉 老旧得来又有一点点modern这样子 modern得来又有一点点 啊 所以你要讲的很magical 对,对 很多地方其实看起来就是好像电影里面很魔幻的世界的感觉 这个大概是我看过最美的东北好不好 看出去的那个风景 你们看 一绝 这就是有五百年历史的城堡啦 导游讲说这里的行程就是要一来就爬到最高点这样 哇,真的很好看哦 哇 你们看后面 全部都是红木顶 多产品 好 三冬餐具 惊喜 你看着真的是三冬 今天的午餐是 猪排 print 哇 在山洞是猪排啊 现在我们已经到了欧洲的Southwalk 但是本来说好20多度的 突然它就下雨 然后直接变成七度 这衣服 是阿天的外套 他現在穿著我的外套 超級飽啊 那個是一個西裝外套包 一度啊 穿這樣啊 Scarf 跟我的外套罷了 還別收 這個花園真的很美一穿 我們現在在的地方Southspot 到底有什麼特別 最特別的就是 莫扎特 他是這裡的人 然後我後面這邊就是莫扎特曾經住過的家 音樂天才 Mozard 你們懂嗎 就在這邊 The bad mozard once left 就是這邊 天才是不是都早死 所以天才通常都早死的 我們懂 Mozard的出名音樂哦 開手 阿K的就最早死了 就快要死了 怎麼樣 Mozard的音樂是哪一種 我們剛剛坐一個小時半的車 才Southspot來到了Horstark 這個是他最期待的一個地方 星星念念很久很久了 可惜下雨 後來這裡的屋子 都在懸崖上面 很多都是木製的 你看到沒有 其實on the way的時候 全部都是這種屋子 沿山而見 這邊大概是整個trip裡面 最震撼我的一個地方 太美了 這座位都是雪山 每個角落都很是滾美 你們一定要跟我來 他的腳很cute哦 黑色的哦 大的我看你是要做 我真的太喜歡Horstark了 可惜我們沒有在這邊過一晚 是因為我們住的hotel 都是四星級的嘛 Horstark這邊沒有一個四星級的hotel 所以他們就講不要在這邊住 然後去Veyana才住 感覺我可以在這邊spend all day doing nothing 然後只是在這邊黑 太舒服了這個地方 Kent大哥現在撒算要爬上去 然後我要俯瞰整個Horstark 然後他不知道我跟著他 因為他叫我不要這樣辛苦 值得了值得了我跟你們講 高處看美景就是不一樣 Hello 你會覺得很值得的 加油 好美啊 好美啊 現在在這個地方叫維也納 懂音樂的人哦 才比較了解 因為這邊的名字叫做 音樂之都 現在進來這個Savron Palace裡面了 其實它的中文名字就叫做 美泉宮 為什麼它很出名呢 在小巫師做過功課了 就是說它是一個很出名的公主 叫做C.C公主 然後它也有同名電影 是在這邊取景 是真的王狗來的 它的後花園是很大 很漂亮的 歡迎來到我的後花園 看到我的馬車嗎 可是還會載我Tour Vietnam 當然啦 它也會載我的 給Cash 2載我了咯 急診期 十八世紀最漂亮的皇宮的房間 這四個人的眼睛 好像在看著你 這樣 我還講難聽恐怖 又好像真的看著我 是不是 最美房間一號 二號 不同的感覺啊 最美皇宮 它每一個地方的那個細節哦 就是很精緻的 這個吃飯都變優雅了 我就覺得 好像弟弟的一個餐廳 可是它弄到好像山洞 但是是一個高級山洞的 炸雞排 哇 這個是泰式炸彈 很好吃 超薄 軟軟 維也納一個很特別的東西 它的紅綠燈 是兩個人有愛心的 真的有一個樂的 紅燈了 這個就是國立歌劇院 再咧就自己搭火車 維也納必做事情 聽一場演奏會 本來高高興興想去聽一場演奏會的 結果被告知票罵完了 真的很生氣氣的啦 這時的我還在想著 有什麼辦法可以進去 結果就這樣白天做到黑夜 晚上它8點就關完門了 維也納就是這樣 有一個打卡點就是 愛在黎明破曉前 電影的取景地 打卡點 出過了 然後拍出這個照片 哇 應該是這個啊 我們去到新的國家了 我們在Slovakia 其實它以前跟Chek是一起的 後面他們就拆家了 現在就叫做 Chek Republic跟Slovakia 原名叫做 Cheko Slovakia 但你們看一下UF橋了 還有城門跟城堡 就這樣完畢 Slovakia是一個什麼國家 其實它是一個很新的國家 93年的時候才正式跟Chek 分家的 所以它現在的建築 全部都是比較Model一點 你們看不到很古老的東西 怎麼他們的雕像是景象長長的 有個UFO Bridge 你們兩個有禮貌嗎 這個手一定是嗎 他給粉絲多指數 錯菜 不要玩耶 你沒有禮貌 你沒有禮貌 前面呢 看到嗎 聽講咧 這邊的櫃子就是 它湯可以喝 杯可以吃 這些就是用來裝湯的杯 這是一個可以連杯子都可以吃掉 然後連湯也可以喝掉整個東西 乾乾淨淨 喝一個湯 快點試一個 湯嗎 湯湯 哇湯噢 因為它這個湯噢 是那種很吉的 很像Dao這樣 很Dao這樣的 就是它叫Lapal Soup 不錯喝的 終於來到你最想來的地方了 Taputapest了 我們來到Counter 有開 你這個人有笑容了 這個臉 撤一整晚 現在才會有笑容 上傳掉 上傳掉 找到一個超棒的位置 很帥的喔 好開心 出了 40分鐘罐了 但是公里真的很美 如果你們真的想坐船的話 記得直接現場買票 因為上網買票真的很貴 網上買需要20歐 現場買只需13 哇 這邊是Pas還是Budda 因為Budda是比較多古蹟的 這樣Pas就是比較繁華 熱鬧一點的地方 所以我們應該是在Budda 這個應該叫Church還是Cathedral 看它的樣子 應該是Cathedral 錯 它是Church 為什麼的 它叫做Mathias Church 在Budda 下山上 吹 在Budda 下山上 下山上 那邊的野花 人家叫你飆菜 但是可以脆 對啊 很努力了 果然是這一團 吹水王 你以為我是浪得去明嗎 什麼Sever 最後一餐料 今天的午餐 特別的一道菜啊 這個是修油是不是 然後下面這是什麼 豬肉 瘦肉 肥肉 然後要配酸菜一起吃 應該是Hungary的特色食物 這是建築吧 但是它沒有很柴的建築 今天又來坐船了 為什麼呢 因為昨天我們晚上的船 是自己想要看夜景 所以我們就自己去的 但是今天呢 就是我們團包的 是下午的啦 所以我們就看看 晚上跟下午的船 到底有什麼不一樣的風景吧 這個昨天晚上的船 就看不到它是青色的 白天就看到它是青色的啦 這個青色角很漂亮 還想上去喔 下次我們還會再來布達佩斯沒有 想來 因為我沒有泡到溫泉 聽說布達佩斯有一個很出名的露天溫泉 全部人就在那邊泡喔 下次我們再來啦 如果大家在那邊看 我們再見到這兒 謝謝 borrowed一眼睛 好看